坦克大队组建完成 相应的配套设备 也在仅半年的时间内完善成型 看着眼前 这一辆辆的钢铁铸铸铸的铁甲防御坦克 坦克手们当然是欣喜异常 不过大家心里也都明白 只有在实战中才能不断磨合战术 提高技术 增长经验 此刻的坦克手们都摩拳擦掌 等待着任务的下达 很快 东北坦克大队展示自我的机会 就来临了 东北坦克大队最初参加的战斗是剿匪 当时打的是著名匪手谢文东的队伍 拿土匪来练手 这也是坦克手们成长的第一阶段 经过一上午的准备 战斗在下午一点打响 步兵在坦克兵的配合下 把这些恶匪打得溃不成局 仅用了两个小时 战斗就结束了 在经历了靠山屯 德惠之战后 坦克战术运用越发成熟 到了锦州战营 东北坦克大队首次参加的 大规模城市攻坚战 此时 东北坦克大队只有三次 1948年10月10日晚 锦州外团队站大队 锦州外围站大厢 十四日 总攻开始 游战车团的十五辆坦克兵分两路 配合步兵强攻范汉杰集团十万大军固守的锦州城 高克缴获的那辆坦克也参加了战斗 这辆坦克被人轻易地称为老头坦克 它的驾驶员就是东北坦克 之所以叫老头坦克 是因为这辆坦克火力弱 防护差 但是 事实证明 在良好的战术协调和技术操作下 同样能在战场上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次战斗 国民党军队以猛烈的炮火 挡住了我军的进攻 解放军坦克部队的四辆坦克攻城收走 董来福驾驶着老头坦克 换上四档 飞快地到达敌人火力死角地带 按照战前确定的战术 坦克采取前三角或后三角队形 沿着街道向前击驶 董来福驾驶坦克走着只字路线 避开敌人炮火 同时寻找敌人的火力点 一口气打下敌人好几个凋望 此时老头坦克重弹 机油散热器被打坏 董来福仍然驾驶着受伤的坦克冲击 消灭护城河两侧的敌人火力点 突破口终于打开了 坦克与步兵配合进入市区 锦州攻坚战是我军最大限度的将坦克集中使用在主要投机方向 直接支援第一梯队步兵冲击突破 充分显示了坦克的突击威力 为我军今后的坦克作战积累了经验 战斗中坦克大队一直打到了范汉杰的司令部 但是这一仗却暴露出一个年轻坦克部队急需解决的问题 通讯 当时的无线通讯还没有建立起来 坦克部队是看到步兵指挥部发出的其余指示开始进攻的 就是在坦克内部 坦克手们相互沟通 也要靠手势或是拍打身体解决 坦克大敌群作战 听起来是威力大破坏力强 防御力坚挺 但这些作战优势都是建立在坦克与坦克间的默契配合的基础上 一旦失去了这通讯联系 各坦克只能是看形式自主作战 而且坦克作战不像咱们开车 踩好油门控制好方向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坦克的行驶和瞄准射击 是需要内部人员各方默契的配合才能完成 说白了 如果炮手瞄准了目标 结果开车的那位路线开偏了 那么射击可能也就打偏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不同成员之间有不同的约定 而且这种约定一般是以车掌和炮掌作为主体 有的是你踹两脚 这信号表示前进 踩一脚表示停止 还有的拿手比划 往前走 往后走 手往下按就停止 这些都是坦克成员自主开发的信息沟通方式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 这叫阴漏就简 坦克打仗 能开到战场 开炮 那也就行了